中央有关部门3月15日起在香港召开一连三天的座谈会 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对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意见 3月16日上午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同时举行多场座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出席 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及各界代表人士等参与座谈 张晓明主持其中一场座谈会时表示 中央对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是高度重视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充分听取香港特区政府 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中央对这件事情是高度的重视 尽管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这件事情 是由中央来主导 但同时中央也是非常重视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充分地听取香港特区政区政府 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其实在前一阶段研究的过程中 已经通过各种方式 来了解香港社会的关注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甚至我们这个中央有关部门组成的这个研究小组 也吸纳了香港的研究选举制度的专家 和研究有关法律的专家在参加 这个没有对外 但实际上这个研究的全过程是他们都参与了的 都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 陆慧宁在会上强调 中央对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非常重视 意义十分慎重 在研究相关问题时 特别邀请了香港的相关专家参与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与特区政府 及行政长官沟通 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 这段时间香港社会各界围绕着 怎么认识爱国者治港和支持人大做出决定 已经展开了比较多的讨论 今天我也想告诉大家 中央对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是十分重视的 也是十分慎重的 中央成立了专班 专班在研究问题的时候 也是邀请了香港研究选举 研究法律的有关专家参与的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与特区政府特首是不断进行沟通的 也就是说是一直在听取香港方面的意见 据悉 全国人大法工委 基本法委员会 国务院港澳办 香港中联办将连续召开 六十多场座谈会 加上个别拜访约谈人士 总共将听取超千人的意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